第46题 棒球在甲乙饼三年的动能大小 适序为下列合者 我们知道甲的速度 可以有一个水平速度跟一个垂直速度 因为在水平方向没有受力 所以在甲乙饼当中 它们三个的水平速度 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不用考虑了 那么从甲到乙 它是往上升 所以它的往上的垂直的速度会越来越小 到乙的时候是零 所以就把它们的动能就换成未能 所以我们就晓得 乙的动能会比甲来的小 然后回到跟甲一样高度的时候 又会回到跟我们的动能是完全一样 未能又变成动能 因为没有空气阻力 所以就完全相同 只是它现在的速度变成是向下 然后接着它还有这一段的未能 又要逐渐也要变成它的动能 所以到丙的时候 垂直向下的速度会变得很大 就是把这里的未能 通通变成这边的速度动能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丙的动能应该比甲来的大 所以我们就知道 动能最大的是丙 最小的是乙 所以46题问我们说 甲一丙三年的动能大小顺序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 丙大于甲大于乙